你好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 发言 发言 今天我发言 来来这种东西 今天我发言 把亚因素美治疗 会跟我们讲这个隐私美治疗的 把亚病例的相关内容 好吗 我只是问到我的朋友 中国的朋友 很多中国的朋友 也没有这个 医疗的 必须要处理解释 多少% 平常的 欧几万医生问到我 说拔牙病例 在中国的患者中 会占到 怎么样的一个比例 大家如果 对这个有自己的答案 可以在讨论里面 可以打给我们看 我讨论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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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讨论里面 我讨论里面 我讨讨论里面 我讨论里面 我讨论里面 三观内容 也讨论里面 讨讨论里面 我讨讨论里面 我讨讨论里面 我讨论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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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讨论里面 我讨论里面 我讨论里面 这就是 讲的内容 主要就是这个 拔牙病例的 基本的一个 战略 基本战略 基本的一个 思路 第一点呢 就是这个接触点的 这个牙跟 牙齿跟牙齿接触点的位置 要比较好的贴合 引擎导致器 第二个呢 就是牙齿 后退移动的时候的 一个分布 第三个呢 是要保持牙根的正硬度 第三个呢 是要保持牙根的正硬度 第三个呢 是要保持牙根的正硬度 第三个呢 是要善用 像皮筋 善用牵引 善用牵引 第五个呢 就是控制治疗的速度 那么在一四年的时候 我讲了这样的五个主题 在一六年的时候 我又讲了这样的几个主题 第一个呢 是磨牙的尽忠移动 第二个呢 是预防倾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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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预防倾斜 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是引诗美的G6套窗 第四个呢 是支抗控制 第四个呢 是支抗控制 第五个呢 是中线的纠正 第六个呢 第六个呢 是采用加速器 进行的一个矫正治疗 我已经有很多的 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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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 有些时候 我想跟您 在中红 我可能有三个 五个 六个小时 面前面的 教育 这年 奥基万医生提到呢 他有非常多的 拔牙病理相关的思考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们一起 会在今年 到中国 进行一场线下的 跟大家的 面对面的交流 可能会安排 三到五个小时 这样呢 交流都会比较深入 可能的话 安排在今年 当然是要看疫情防控的情况 今天呢我想讨论一下这个 中等的 直抗的一个情况 Case 1 第一个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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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tial patient is as you can see anterior clouding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患者 他的前牙是很拥挤的 Midline just a little bit deviation 他的中线 也是偏斜的 Lower anterior teeth is severe clouding 下前牙 也是严重的拥挤 下前牙 means lower the lower anterior teeth 下前牙 How about the upper anterior teeth 上前牙 上前牙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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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上前牙 下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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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Plus 1 relationship just a little bit plus 3 left side 左边可以看到有一些三类的情况 How about right right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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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1 moral relationship 右侧是一个一类的摩牙关子 Can I just cross 2 肩牙是二类的摩牙 是二类的摩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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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that, I have created my simulation on the clean check 在这之后呢,我在 clean check上做了这个牙齿移动的模拟 这个牙齿的移动方式呢,是一个非常基本,非常重要的一个移动方式 这个牙齿的移动方式呢,是一个非常基本,非常重要的一个移动方式 That is better to you 可以比较好的对初学者比较好用 Please have a look here 阿巴 下 右 上 上 右 下 右 摩牙 摩牙 下 右 摩牙 摩牙 是 我的计划中设计了 右侧上和摩牙的远中移动 左侧上和摩牙呢,进行了进中移动 下和左侧摩牙呢,是一个进中移动 下和左侧摩牙呢,是一个进中移动 下和右侧呢,只进行了排齐 每一个不同的区域都设计了不同的牙齿移动 他有一个问题问我,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用拖槽进行不调的话,会怎样进行设计?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用拖槽进行设计,我会想用拖槽进行设计 在哪个位置? 因为在右边的位置是在棺材进行设计,在右边的位置是在棺材进行设计, 在右边的位置是在棺材进行设计,在右边的位置是在棺材进行设计, 我认为棺材进行设计,我认为棺材秀健康节法 conditioned洗了 就是放在底部的位置 我會放在底部的底部 這裡 對 底部 然後 我會放在底部 底部 哪個底部 在底部的位置或什麼 然後 用電腦的電腦 然後 把電腦的電腦 and uh from here i will put this point measure movement yeah then sliding mechanics yeah how about lower teeth sharp lower teeth i'll make a tad around here mm-hmm to pull the molars methodization okay if using multiple bracket system maybe you using the top right yes it's more simply yeah okay this patient is i use only aligners without any top because aligner is what is more benefit point is every single tooth you can control each single every single is very how i say multi braces is i have to need to put on the braces but uh aligners you can choose you can move every single tooth okay 刚才呢大概讲了些什么内容给大家稍微翻译一下那么他刚才问我说如果 我们采用脱藏的话这个患者会考虑怎么治那我刚才讲了一下我的思路呢是 可能在上核的恶侧打中之钉然后在这个T区的位置打中之钉然后呢一侧远中移动一侧近中移动下核的话呢可能会在左侧的下核稍微靠近这个尖牙的部分的地方然后也是打中之钉 然后呢进行这个磨牙的移动然后呢如果是我们采用隐形矫正的方法那奥迪玛依然刚刚提到隐形矫正的方法因为它不需要在每个牙齿上粘接脱槽它反而可以更加精确的控制每个牙齿移动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定力是可以避免了呃一个钉子的使用的 是 这个是 这个是 这就是测位偏和全领片 大家看到这是测位偏和全领片 我的计划里面上前牙有一个六毫米的后退 and хотел 这是我的一个制造计划 这是我的一个制造计划 如果您有興趣,請查一下這兩天的文章。 這是一個測試。 這是牙齊中的模擬。 我的附件的使用,如同所示。 在右下的六的位置和右上三的位置分別做了這個精密切割。 然後呢,連接扣和連接這個鉤子。 Attachment is core, right? Attachment is 附件。 附件。 這個效果非常好。 Useing border guard, elastic, 。 Sometimes K9 is rotation in the linus。 因為我們採用這個右上尖牙這邊進行一個粘接扣的,一個粘接勾的一個設計。 粘接勾的位置呢,進行牽引之後,三是有可能會發生扭轉的。 但如果我們在肩牙上連接了附件的話。 那如果我們在肩牙上連接了附件的話。 它就可以防止這個肩牙的扭轉。 這一點非常重要。 所以說,如果不在肩牙上設置附件,單純進行橡皮筋牽引的話,那麼是有可能產生肩牙的扭轉。 因為對於這個肩牙,它是一個,從橫斷面來看,它是一個圓形的。 所以僅憑藝琴角質器對它的把持力是不足以抵抗它的扭轉。 另外一點呢,就是我一般不會在第二摩牙上設置附件。 因為呢,如果在漆上面設置這個附件的話。 那麼患者的摘帶會非常困難。 而且呢,我們的附件也很難設置。 所以在漆上面,除了我要進行漆的伸長之外的其他運動,其他的牙齒活動,其他的牙齒進行移動的時候,那麼我一般是不會伸長。 不會設置附件。只有在漆設計有,在漆設計有伸長移動的時候,我才會設置附件。 像大家看到的一樣,肩牙的移動和剩餘四個前牙的移動分開進行是比較容易實現的。 因為如果是進行六個拳牙同時的移動的話,那麼會需要非常強的支抗。 所以我非常建議大家要把肩牙和其餘四個前牙分開進行後腿移動。 像大家看到的這個分部一樣,先移動肩牙,再移動四個前牙,然後再換到肩牙,再換到四個前牙,這樣順次進行移動。 因為肩牙的根非常長。 如果持續地對肩牙進行角質力的施加,只有牙罐會發生清醒。 但是如果我們設計牙齒傾斜的移動,一段時間之後,設計一個停止的環節。 這個時候呢,把牙罐固固定在這個位置,牙根呢,會有一個轉距離的移動跟上來。 總結一下的話,就是先設計一個牙罐的移動,然後呢,在此之後會有一個牙根的移動。 所以呢,對於這一整個牙齒的移動來說,分為牙罐的移動階段,和隨後而來的牙根的移動階段。 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牙齒的移動,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牙齒移動,我給他稱作是一位稱作叫做片段性的牙齒移動。 crown movement phase, root follow-up phase, both is segmental tooth movement。 先是一個牙罐的移動階段,然後是牙根移動階段,整個成為片段的一個牙齒移動。 ok and we have to think about is the extraction area is just a little bit very softy plastic material。 然後呢,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個引擎小銅裝置呢,其實是一種非常柔軟的塑料材質的一個材料。 在這次的牙齒移動,甚至是一種大小的針金線。 甚至是一種很強的針金線。 很容易控制,但它是一種針金線。 這位置是很輕鬆的。 很容易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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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样的病例来说 如果我们采用钢丝 采用传统的策略进行治疗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会用到比较粗的钢丝 甚至应该会用到方丝 但是对于隐形小症来说 我们只有这种塑料的 比较软的材料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拔牙区域 放置的也是这样的材料 那么就容易发生周围牙齿的倾斜 发生所谓的过山车效应 所以我们在设计牙齿移动的时候 就要考虑 哪些是我们要移动的牙齿 哪些是要作为支抗的牙齿 我的这个思路呢 是这样的 like these two ships 就像这样两艘船 pulling with each other 它们互相进行牵引 for example 比如说 area A A component 本色的A区域 this is B component 然后呢 然后呢 是绿色的B区域 那么A component B component pulling each other 那A B区域互相牵拉 if B component is more strongly easy to pull 如果B曲它更加稳定,更加有力量的话,那么A曲就更容易被牵了。 这是非常传统的政绩的思路,对吧? 但是呢,隐形矫正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隐形矫正来说,每一个区域,每一个牙齿,它都可以设计精细地更加有战略性的移动。 每一个牙齿都是相对独立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考虑用哪一个牙齿或者哪几个牙齿作为支抗,然后哪一个或者哪几个牙齿进行移动。 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只有用数字化进行牙齿用的设计里头才能实现。 数字化的设计模型。 隐形矫正器。 我们就可以设置这样精密的动动。 就像踢足球一样。 它不是像一个拔合比赛。 它不是像一个A、B之间的一个拔合比赛。 而隐形矫正器的思路呢,是比较精细的,是设计每一个牙齿的移动。 然后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患者的一个治疗的具体的一个经过。 这是初始的情况。 这是初始的情况。 然后,随后我们进行了拔牙。 随后我们进行了拔牙。 attachment on, on the bottom, on the hook, and started to the class II LRP。 然后,面接附件,设置扣,或者牵引钩。 然后呢,采用二类的牵引。 现在呢,我们的团队已经不会在治疗开始之前进行拔牙了。 但是呢,我们的团队已经不会在治疗开始之前进行拔牙了。 下一次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的团队现在会考虑在牙齿移动之后才设计拔牙。 这不仅对患者好,对我们治疗起来也更方便,而且对牙齿的移动也更有益。 下一次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 下一次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 OK。 然后呢,开始了团队的牙齿移动。 然后呢,看到我们上了团队,然后呢,设计了牵引钩。 就像刚才跟大家讲过的一样,我们先设计一个尖牙的牙冠的移动。 然后呢,让尖牙停在某个位置。 在同时,牙根会随之跟上。 然后在这个时候设置四个前牙的移动。 像大家看到的这样,这个右下的这个区域呢,右下的牙区域是进行了一个最大直抗的设计。 然后呢,进行间隙的关闭。 然后呢,进行间隙的关闭。 然后呢,右下和尖牙的一个直立也是非常的好。 最后呢,我们进行转距的控制。 这是这个患者的最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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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进行间隙的关闭。 但是看起来的关闭。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怎么能不能再跟着呢。 然后牙齿 牙齿和牙齿之间都是有接触的 这是这个患者最终的情况 肩席得到了关闭 然后磨牙肩压一类关系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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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铺 Inicial and the Final deploys of Fural Methodics X invana 这个是大家看到 侧位翩的一个变化 这个是大家看到侧位偏的一个变化 摩牙的控制是非常好,没有发生倾斜, 而且能上前牙的转据控制是非常好的。 这是患者面向的初始和治疗结束时的比较。 笑容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这个患者的治疗时间一年临于。 非常快速,对吗? 非常快速。 因为我用了非常快速的原因, 因为我使用了你的叫Auto-Pause加速器。 是在Zhenguwa的Auto-Pause? 我听说它有,但是它是贵的,所以没有太多人使用它。 OK,有时候我会去Zhenguwa, 我会分享更多关系组织器。 今天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我会分享更多的领导方法。 那么下次有机会呢,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加速矫正有关的一些话题。 那么今天呢,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病例的内容,就是这样的。 What time is the next hour session? Next session? Next week? Maybe we can ask Dr. Dan? Dr. Dan? What time is the next hour session? What time is the next hour session? Next week is the same Saturday. Same Saturday. 7pm. Time is also 7. Oh,8pm is Japan. 7pm is China. Yeah,7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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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China. OK,下次的时间呢,还会安排在周六的晚上七点。 How about today's extractions? I think this is a good case for the newcomers. Newcomers? Yeah. It's a very, very basic one. Yeah,it's basic and it's easy to understand. Mm-hmm. Thank you,先生. I think I know,あの,新校長のあの,先生,を愛された。 Hi,Ishankochan. Niha,What's your name? Mi,Yusme. Mi. Profess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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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Good to you. And today is finished.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在讨论区里面答给我。 あ、なんか。 Mustry先生ですね。 Mustry先生の新しい本いつ出しますかみたいな。 本本ですか? はい、新しい本。 来年のクラス。 Next year is September. 明年的九月会有一本新書发出来。 中国でも売りますか? 売ります。 zui,zui. 在中国也会卖。 明年9月会有8新書,然后在中国也会卖。 对。 因为次の部品は新しい本部品売り宣版。 で、新しい本部品壹用。 そうですね、新しい本部品壹用。 我只是想問一下IPR 我只是想問一下IPR 我只是想問一下 具体的例子 OK IPR是很容易解釋的 You can find using for the search IPR chart FILIOM F-I-L-L-I-O-N 關於這個Masio醫生問到的片切相關的內容 大家可以在這個網上搜索一下 IPR chart 然後是打上一個人名叫FILIOM F-I-L-L-I-O-N 會搜索到一個IPR的表格 Dr. Filion is published on the article 1995 for the specialty IPR Then that IPR chart is easy to understand on you and your patient 這個FILIOM教授呢 他在19... 1995 他在1995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 提到了這樣的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會對於您 也會對於您的病人 可以很好地理解這個IPR 理解這個片切 具體每個牙齒片切量是多少 在那個表裏面對我非常詳細的記載 How many-meter IPR is possible or not? 對於每個牙齒 片切多少是合適的 For example, the lower until the teeth is one area is 0.2 mm 比如說舉個例子 對於下前壓來說 那麼一個區域 一個接觸點的區域 那麼最多片切0.2個毫米 so this meaning is a one lower 向下 向下 下前壓 if we are 向前壓 yes ok this area 0.2 mm is possible is very safety this area 0.2 mm is possible that mean totally 0.4 mm is safety 比如說我們兩個是下前壓 那麼每個人這裡可以切掉0.2 你一共可以切0.4 這樣一個感覺 this is a very easy to understood for the doctor and your patient the answer that if a patient ask to you how many-meter IPR for my teeth at this time I all the time talking about I use this chart this is very safety and I planning just less than 0.4 mm your 下前壓 因為我也在外面 說到很多的醫生 或者是我自己的患者 會問我 關於IPR相關的內容 那麼這個時候我都會跟他們看這個表格 告訴他們有研究的這個結果表明 IPR如果這樣的一個程度範圍內是比較安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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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の質問に行きましょ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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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对六进行一个进中移动。 But the same concept for the canine, not continuous tooth movement. If you want to continuous tooth movement, easy to keep it like this. 就跟刚才讲到的尖牙的移动是一样的。 控制住这个牙齿,在移动牙齿的时候, 对于这种难以移动的牙齿,进行一个单独的移动, 这样牙齿就会不容易失去控制。 一开始我会先移动这个六,移动两个毫米。 在这之后呢,再把七移动两个毫米,靠近六。 这个时候呢,六的牙根会跟上来。 在这之后呢,再设计这个六,再进行两个毫米的进中移动。 然后呢,再给七两毫米的进中移动。 这只是举一个例子,不是说所有的情况下都是这样做。 但是这个例子可以很好的说明,是分阶段的移动可以更加的安全。 因为隐形角质器跟传统的政机的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 如果用这个隐形角质器完全包裹出的一个阶段,把它整体移动。 是非常容易它上倾斜的。 好吗? 我认为这些问题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这些问题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蔣先生先生。 谢谢蔣先生。 谢谢蔣医生。 然后,蔣先生有一声就说,老师啥时候来中国。 蔣先生先生。 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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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蔣先生。 count October Today? 通过十天天才。 没有那么多的新型。 蔣先生。 现在,蔣先生。 最后一天病了。 蔣先生。 100人。 或者,蔣先生。 蔣先生。 来中国就还是我们根据这个疫情的情况 好像疫情这个政策有好转 合理如果期间取消的话 Can I ask to them is when is the COS this year? Chinese also don't know this It's November November It's October November If possible, I want to go to the COS this year 对,其实奥基曼医生一直有跟我说 如果是那个我们国内的政纪年会 赶得急的话 他其实希望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政纪年会 What is me? COS正纪年会 言ってました 共生の学会みたいな 会 会 Meetingで言ってます 会 It's meeting Meeting It's meeting 超楽的 超楽的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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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COS This year is COS そうですね Mii先生が November 11月 Sheis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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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Shanghai?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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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in Koushu Koushu Minami no Koushu Hong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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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 It's No Ik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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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TKAY KOU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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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first Lekshua Praise Koushu Oh It's around BigGray Koushu South of Shanghai It's another Koushu Hongkong Koushu Minami no Koushu Initially Shinsen Koushu Yeah That's near Okay Okay Beautiful place Beautiful place Thank you About 4 hours From here In your airplane Oh It's a little far It's a little farther Than Shanghai But not so much It's 4 hours Or so 4 or 5 hours 4 hour No problem Yeah Sleep Sleep I like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ちょっと問題について はい 先生あのちょっと上上の方にスクローステイヤディ あ少ししたら もう少し上 少し上 3行くらい ここで大丈夫 あ まあ まあ 先生 まだ 言ってますけども センスのYouTubeの説明はもっと英語でお願いできました 日本語わからない でもYouTube見れるんだ YouTubeは YouTubeは Can you see watching the YouTube in jungle? Yeah That is very nice That's a That's a not good discussion So let's just Oh, okay Okay So some of the time Some of them can be Okay Some of the time If you can watch the YouTube channel Yeah You can put on the translation button Ah Easy to translation in jungle language Some of the time English language Whatever you want Yeah But We have to do is English channel It's better Yeah Because not only jungle It's all over the world Yes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Mathieu医生的建议 可以多搞一些英文的讲解的内容 然后你这边看的时候可以开YouTube 应该有个翻译 翻译点下的话 应该会有一些甚至可以翻译中文 And then There's still a problem Mathieu先生 Yes The case In the case There's no retraction It's the same thing There's no retraction It's als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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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simple approach It's a Moral retraction First After that Moral is Anglage 更好的一个设计的思路呢,是先进行这个磨牙的远中移动,然后呢,以磨牙为直抗,进行这个前牙的内收。 很多时候呢,进行这个上前牙内收呢,其实是有一定风险。 因为在上前牙内收的时候呢,容易发生这个跟现前牙的早接触。 因为前牙的发生早接触呢,它的这个后牙呢,就会发生开腹。 开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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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建议呢,是先进行这个磨牙的移动。 然后呢,在最后再考虑这个前牙的内收。 对,对。 那么刚才的这个答案呢,就是说先进行这个磨牙的远中移动。 再进行前牙内收,这样的一个顺序可能会比较容易的控制。 那么下面这个是刘医生。 哦如果你想用这个引擎装置的话。 如果你想用这个引擎装置的话, 也会说是几个手柄的描述。 然后这一话呢,就会输用。 所以这个文章会有没有破产的。 当你提到这个类传织是 larger学的。 所以想用这个因素的话, 当你提供有所学的照项员, 就为那时候使用这个样子。 哦。 如果你想用这个隐形装置的话, 请你不要考虑六个前下一起内收的这样一个设计思路。 就是为什么说隐形角质器更容易对牙齿进行精细的控制呢? 因为隐形角质器可以进行更精细的牙齿移动。 因为可以进行动态的尖牙到尖牙的一个移动。 对于这样的移动的话,隐形角质器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因为你如果进行六个前下一起的内收, 就好像你把一个更小的角质器带到了一个更大的牙宫里面去。 因为你如果进行六个前下一起的内收, 给一个脚比较大的人穿一个小的鞋子。 so we call it small shoes effect. 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奥基曼医生给它起了名字叫做小鞋效应, small shoe effect. 如果你的脚穿了一个小的鞋子,那么你的脚趾就可能会发生这样的弯曲。 非常重要。 如果脚趾的弯曲放到牙宫里面,就好比是牙宫的过山车效应。 如果你想做前牙整体内收的话,就很容易发生过山车效应。 产生更多的前牙的深呼吸。 产生更多的前牙的深呼吸。 过山车效应。 过山车效应。 后牙的近中倾斜。 everything broken。 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一定要粘脱槽上去。 所以如果你使用引擎小型装置的话,就一定要考虑怎样的牙齿移动更适用于引擎小型装置。 这样可以吗? 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问题。 感谢您的关系您的关系。 是吧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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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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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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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这个可能是这个YouTube的一些问题吧 这个我们要 可能我们这边没有很好办法 可能会再多发布一些 这个英文的一些内容 因为中文的内容呢 我们尽量会在这个微信平台上面 跟大家分享 谢谢 谢谢明老师给我们那边解释 然后还是这个 Mathieu医生提供的问题 Mathieu先生からの質問ですが 巴士少年について 休息のアンガレッジロス 起こ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か そういったときはどうしますか 同時に他と伝えますか みたいな質問です If you happen to the アンガレッジロス 如果发生丢失支抗的情况 You have to think three ways 那要有三种不同的考方式 Initially, the first one is take a refinement and re-planning again 第一个呢 就是做一个重启 然后呢 重新进行一个计划的设定 Second way is a place on the top is a more strongly anchorage 第二个呢 就是设置一个钉子 然后呢 增强它的支抗 然后防止这个支抗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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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团队会多用这个 in-house的这个隐形矫正装置 就是说院内自己进行这个设计 然后自己进行3D打印的 The third way is scanning procedure immediately Then printing new aligners in myself Then give it to the align Give it to the patient The immediately solution 简单来说呢 就是进行口扫 口扫的数据 直接进行3D打印 打印出来的引操角质器 直接给患者佩戴 这样一个流程 But the better way is sync biomechanics and sync anchorage control Then more safety tooth movement is better 当然更好的呢 是呢 我们要思考它的 生物理学机制 还有更好的去 保持支抗 然后呢 把这个治疗更顺利的进行 at this time very important thing is don't movement same time it more 对这个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 不要同时移动多个后 好吗 这样的答案可以吗 好 下面还是一个 老师患者佩戴牙套 每副多久 用文加速器 まだマックス先生 からの質疑 7日 如果不进行任何的加速装置的一个使用的话 那我们是7天 7天叫吗 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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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下面是这个阿里医生的一个文字 老师好 眼前角色器可以理解为轻力角色器吗 对于下前牙直立的上前牙纯情的患者 一开始可以看着 t-patch 这样做是会会出现之前提到的小学校 对于下来的一期的这个 这个阿里先生 这个阿里先生 可以使用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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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给到你的答案是 这个眼睛角度其实就是可以考虑成一个最最轻利的一个角度 因为每一副角度器它的牙齿移动距离只有0.25毫米 这是对于所有的角度装置里面可以说是移动距离最小的装置 第二个问题是是 您说让一下 来这个 在我看来,如果是呈现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可能他的下前牙是有非常重度的磁壁曲线。 然后呢,在这个磁壁曲线比较重的同时, 下盒呢,呈现这样的一个向前这样一个移动的时候,使得这个上盒的前牙发生了纯情。 在这个时候,你在进行上前牙的控制之前,最好要对下前牙进行个压低。 所以呢,要对这个磁壁曲线进行一个比较好的确定。 然后呢,先控制下前的移动,再控制上前的移动。这样会比较好。 好吗? 这样的回答你可以吗? 好不好吗? 好。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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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好。 。 好。 好。 所以,这是我的感觉就是小型的移动。 这个移动移动的移动移动,是什么是小型的移动移动。 好。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what is aligner to movement mechanics. Small size aligner, inside, insert, insert, 前牙,磨牙, it's going to like this. You have to think what is aligner to movement mechanics. Aligner have to need insert first. This is my opinion. It's okay? This is my opinion. This is my opinion. This is my opinion. Now we are planning for the webinar on the jungle for weeks. New project. Okay. We are planning for the webinar on China. It's not like this. It's like a small group. Do you have a question? Can you do it in a short time? In a short time? In a short time. In a short time. A short time. In a short time. 然后我们也是在试试 阿里 阿里先生 阿里先生 周医生 谢谢 周医生说 支持希望可以早些参加 我们在试试中还可以参加 大家的 谢谢 好的 那谢谢大家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可能就到这里 那把某 订问给哪里有 OK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非常谢谢大家的关注 那么下次我们也是安排在星期六 然后晚上的七点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